全油管最快新闻,今天,江苏省纪委监委通报,江苏省公安厅党委委员,副厅长陈旭涉嫌严重违纪委违法,正接受纪委监委的调查。 陈旭曾在南通市公安局担任要职,并与此前的三任一把手一同被查。 陈旭的公开简历显示,他历任多个职务,近年来回到省公安厅任职。 此次落马标志着南通市公安局连续20年的一把手全部被查。 这一消息引发了公众的关注和疑问。 对于这起案件,我们将继续关注后续发展。 以上是红星新闻记者傅瑶和吴阳的报道。 江苏省公安厅副厅长陈旭涉嫌违纪委法案引起了广泛关注。 他曾在南通市公安局长期工作,而此前的三任公安局长也都涉案。 这次落马是反腐败斗争的又一胜利,也彰显了纪检监察机关的坚决态度。 对于这种违纪违法行为,必须依法严肃处理,彻底肃清陈旭等人的恶劣影响。 希望通过这次案件的查处,能够警醒广大公务人员,坚守底线,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晓天下事。